在美国,尤其是男方,女人们喜欢的男人大概有三个特质 硬汉,幽默,手巧,阔胡,排名不分先后 大冬天下大雪,周围的男性朋友却坚持穿短裤 好跟问底,挖出原因,竟然是怕被别人说自己娘 朋友之间还要互相攀比,搞得更竞赛似的 谁多穿几件衣服就会引来一阵嘲笑 当然这只是关于硬汉的一个小例子,其他例子还有很多 其次是幽默,简直是男人此生的必休克 就算是坐电梯这短短几十秒,就算彼此都是陌生人 只要能找到合适的梗,必得忧上一默,博周围人一笑 无论走到哪里,男人们个个都要表现出妙语连求的样子 不然就输在了起跑线上 还有就是手巧,修汽车,搞水电,木工,甚至小范围的装修 还没见过哪个女人不爱巧手男的 而在中国,男人最重要的特质总结起来大约只有两个字 精英 坦白讲,在中国做精英不是那么容易的 首先必须要有一定的出身 你要是懂志民,再怎么投悬梁追刺骨也很难成为周寿姿 其次得聪明好学,学历能拿得出手 就算是个富二代,但如果只在职业技术学校度过金 身价肯定要打个对折 最后还不能太丑 不求你长得多金碧辉煌,好歹没眼周正 当然了,假如精英做到马云这个份上 以上假设都不存在 风起云涌到马老板这个程度 脸再大,也能品出英俊潇洒的滋味来 拉拉扯扯说这么半天 无非是想给今天的男主角做好铺垫 不吹,不黑,绝无讽刺,真心实意地说一句 锐成刚先生在中国绝对符合精英的标准定义 1977年,锐成刚出生在一个艺术氛围浓厚的家庭 父亲黄家佐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 是著名编剧、导演、制片人 1975年出版小说《新来的小石柱》 描写一个叫做石成刚的农村少年 被挖掘成为体操队队员 挤进周折最后凭借惊人的毅力 勇夺体操冠军的故事 当时文革仍未结束 除了八大样板戏之外 中国人能公开欣赏的艺术作品不多 《新来的小石柱》让黄家佐一举成名 本世纪初安徽卫视曾拍过一部收视率非常高的电视剧 《上错花轿嫁对狼》 黄家佐便是这部戏的制片人 锐成刚的母亲瑞淑敏 先后毕业于安徽艺术学院舞蹈表演专业 以及安徽大学中文系 曾是安徽歌舞团的舞蹈演员 根据百度百科的资料显示 瑞淑敏后来从事编舞和编导方面的工作 瑞淑冈出生后 黄家佐用自己小说《新来的小石柱》 主人公的大名成刚为儿子命名 因为大女儿随父姓 儿子便随母姓 起名叫做瑞淑冈 据说黄家佐从小就给瑞淑冈讲解 莎士比亚和各类文学名著 有时候甚至直接用英文原文 瑞淑敏则格外重视孩子的基础教育 经常带着孩子们观看各类艺术演出 丰富他们的视野 瑞淑冈从小就是别人家的孩子 学习成绩永远名列前茅 初中毕业保送高中 根据瑞淑冈的高三班主任江首传回忆 瑞淑冈不但是当之无愧的班长人选 还同时兼任着校学生会主席 但就算行政事务再多 瑞淑冈也没耽误过学习 1995年瑞淑冈以582分成为合肥式文科状元 被外交学院提前录取 现在有很多人对做题家这个称呼不以为然 认为只要足够努力就能达到 实际上无论是过去做八股 还是现在的中国式高考 聪明 刻苦 缺一不可 能在千军万马中脱颖而出 是相当不容易的一件事 当然像范进那样的人有没有 肯定有 约么也不少 但咱们说的是普遍规律 就不必抬杠了 除去聪明刻苦 瑞淑冈的临场应变能力和表达能力也很出色 1998年 瑞淑冈经过选拔后代表外交学院 参加全国大学生英语演讲比赛获第二名 同一年又代表中国参加国际演讲比赛获第四名 在校期间就采访过诸多名人政要 网络上有资料显示 父亲黄家佐曾希望儿子能子成副业 考中系或者北电从事文艺方面的工作 但瑞淑冈觉得自己能有更大的舞台 后来有许多人批评瑞淑冈太狂妄 但狂妄的资本大概就来自他这毫无瑕疵的履历 大学毕业时无数金光大道摆在瑞淑冈眼前 外交官 中国银行行长 外事秘书 全额奖学金 出国留学等 最后他还是决定进入央视英语频道做记者 我们不能随意揣测当事人的想法和意愿 只能说一句这样的选择是合适准确的 无论外形条件 应变能力还是知识储备 瑞成刚都相当过关 再后来他的经历想必大家已经耳熟能详 进入央视后参与创办英语频道的财经节目 财经报道曾被授予诸如全球明日精英等多种称号 在耶鲁做过访问学者 瑞成刚一举成名是2007年的那篇文章 请星巴克从故宫里出去 这让他在网络上迅速走红 成为年轻人的舆论领袖 2011年在G20上 瑞成刚因为一句想代表亚洲问一个问题 引起全国性热议 2011年达沃斯 他问美国驻华大使洛家辉 坐经济舱是否提醒大家美国欠中国钱 2012年出版《虚实之间》时在合肥搞签售 两个小时内就签售了2000本 瑞成刚获得过的荣誉、成就和称号 因为时间关系并不多赘述 再后来 2014年瑞成刚被带走调查 具体原因 谷歌上的说法各有不同 我今天做这个节目并不是想吹捧他 也不是想抹黑讽刺他 他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新闻上遥远的知名人物 但每每看到他的事 我都会想到另一个似乎与他无关的话题 不吐不快 就是在中国想要做精英或者出人头地 抑或是我们对于一个人的评价标准 选择总是如此稀少、狭窄和逼色 读明时的时候就发现 像王阳明这般精彩绝艳的人物 留给他的选择就是去割竹子 我之前节目里提到过的袁洪道 则觉得世间的大快活是当败家子 这哪是大快活根本就是大悲伤 我很少听到有比这更深的悲伤 还有鲤鱼、理智等等 世界如此之大 可他们这些人却好像困在一个小角落里 怎么都挣扎不出来 有时候隔着几百年的历史 我都能闻到他们的痛苦和迷惑 到了今天 中国人已经知道了银河系和黑洞 知道天外有天 知道宇宙的广阔无垠 可我们好像还是被困在一个角落里 用尽全部的力气去当一个优秀的人 是什么让年纪轻轻的少女 一脸猙獰地表示 要做题、做题、再做题 是什么让年轻人 无法脱去孔一己的长衫 到底是躺平还是内卷 为什么人人都必须做鱼帘 我见过北京最标准的中产阶级 女人们最爱鸡娃 男人们就知道挣钱 每个人的心中都是一片废墟 偶尔有人心中开出花来 出路就是个死 这些都实在太让人难过了 也不知道哪天 中国人才能不必去选择向上 永远向上 不是不能向上 而是不能只能向上 锐成钢先生的经历是他自己的选择 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但除去他个人的原因 一个逼着所有人都打鸡血的社会 一定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 这大概是跑题最严重的一期节目 但实在懒得改了 就这样吧 祝大家周末愉快 咱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咱们下次见